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国之前也看到了 驻美大使谢峰 他不是7月13号 跑到了五角大厦吗 跟美国的助理国防部长也见了面 那却是很不寻常 因为驻美大使 但是他们的声明中 也是显示应邀而去的 就是美方是主动 中方是被动 主要是因为大陆防长李尚福 2018年被制裁 都还没有解除 那所以谢峰就是顶着去谈吧 我说这个双方军事管道 是完全中断了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是美方邀请 我就知道了 所以就变成还是美方 在军方这块的铁板一块 他希望寻求突破 所以他还是透过外交部门 那你外交部门的话 说实话你最主要 要能够进入到美国的 这个国防部大楼里面 他又有不同的意义 那以现阶段最方便的找 还是找谢峰 而且谢峰他刚到任 这种到任的拜会 他也可以对外有一个比较好的 解说的方式 所以就把谢峰请到 这个国防部里面 那对外 那美国可能就是说 让外界感觉中国大陆 在军事方面 跟美国的这个对话管道建立 好像有一点突破 就是美国想要放出来的讯息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还是透过谢峰 再次表达 美国希望在这个国防 这一块的高层对话 能够尽早恢复 对 所以除了谢峰之外 之前大家更早看到 布林肯 叶伦 克里 都这个到大陆去 包括接下来雷蒙多也要来嘛 雷蒙多已经讲了好多次 传闻好多次 他自己也讲了很多次 那现在时间确定 详细时间不知道 但就是在8月21号那一周 那当雷蒙跟这个 跟这个我们看到 跟布林肯一样 都是这个可能对于大陆来讲 算是比较不太受欢迎的 对不对 姿态算是比较呛的 那雷蒙多还是 心心念念的非去不可 没有邀请也是非去不可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确实去订了 去订了 这也在既定行程上面 那他现在我觉得 所有的对外关系 都是内政考虑 我觉得他现在内部 是有一点问题 尤其像美国的三大 这个晶片巨头 那么前两个礼拜 到了华府 那实际基本上就是他的问题了 他必须要在这个晶片上 对中国大陆的制裁 他发觉他内部有问题 所以他这个出去怎么样 去措辞什么应对 就已经很麻烦了 对 但因为雷蒙多 一直是美国制裁中国大陆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 对对 他是一个鹰派的角色 而且他去的话 他绝对不能示弱 他是要从那边 从这一次去中国大陆访问 回来替拜登的选情 替拜登政府 在整个美国国内的声望 要带来加分的 所以这是他最重要的考虑 那现在问题就变成 本来在七月底的时候 七月二十三号 美国本来要新一波的 对大陆的制裁方案 现在延期了 延期了 那到底是他去之前发表呢 还是他回来以后发表 那这个我想是他政策的考量 很重要一点 那就变成这个部分 不过中国大陆事实上 王文涛已经跟他见过面了 中国大陆的心智商部长 我觉得大陆基本上应该 对美国来讲的话 已经这个门已经开了 那会不会趁着这个 因为大陆现在对美国的 在贸易经济上面 也是针锋相对了 已经拿出武器出来了 那会不会在雷蒙 雷蒙多去美国 去中国大陆之前或走之后 有一波新的 对美国的制裁措施 让雷蒙多煞雨而归 或者说感觉上 这个是一个外交的失败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双方都在衡量之间 这很复杂 而且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跟杰姬老师 谈的主题是中美复谈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 包括雷蒙多 包括谢峰 包括赖清德等等 包括杨涛等等 他都是整个大复谈中间的 其中一环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不是禁止香港的行政长官 到IPAC去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复谈变数吧 对 这个是一个大的变数 而且我觉得他如果 现在因为这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 一个新闻的评论 那美国政府是没有这样做 对 还没有证实 过去我觉得那个雪曼的时代 雪曼是鷹派他退休了 对 他退休了 他曾经对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断然否决的 他说不会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 第一个美国站不住脚 第二个的话 那IPAC的话 可以说 我可以斩钉结的说 你就让习近平 根本不可能再到美国去了 绝对就是连带的 因为这个是对中国大陆 最不友善的做法之一 我觉得他的这个怎么讲呢 他的后果可能跟美国 对台湾做法的后果 还更强烈 那中国大陆不可能不挺香港 因为光是李尚福被制裁 中美之间的军事沟通管道 就断掉了 那如果说是香港的行政长官 也被制裁 但是我看到很多来自西方的报道 都认为说习近平 基于国内压力 还有经济情势的关系 他还是会去 你觉得呢 不可能 我认为 主要李家超不能去 习近平就不会去 我想这个是基本上 我觉得基本上几乎没有可能性 因为美国这样做的话 完全违反所有继承的国际法 你站不住脚嘛 对 你比如说 你知道联合国总部在纽约 以前卡斯楚每次都到纽约去开会 他是美国头号敌人 那时候美国还必须 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纽约 美国跟联合国有前一个驻地合约 他美国是要跟国际只是承诺 你不能以内政的因素 阻挠我联合国开会 各会员国来与会的权利 那APEX是没有这样子的 一个明文的规定 可是这种你作为一个地主国 你是别的会员国来 你这边开会是他的权利 你没有任何权利否决别人来 你只是在这个国际组织 只是在你这边开会而已 那美国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 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 更不要现在香港是中国的 一个特别行政区嘛 那这个不是针对香港 这是针对中国啊 那这个情况我认为 任何情况下习近平都不会去了 那所以如果美国现在 这都是一盘其他打定主义 到了APEX就是没有习近平的话 那现在9月这个重点就更重要了 就G20还是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 好的一个气氛啦 因为说到底的话 现在如果美中这个关系气氛 是很坏的话 立刻影响到是双方 对中国来讲 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 是他国内的经济景气 对这个是会整个 双方对世界的经济景气 所以跟美国内部 中国大陆内部的经济 我认为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从双方自己内部的 经济状况来讲 要营造一个双方还有一个合作空间 然后双方元首还可以做下来 这个理性的谈事情 这个气氛对目前我觉得对 对不只是对美国 对中国大陆也有正面意义 对啊 经济啊 这个股市啊都是最敏感的 我们看到这个惠玉 调教美国这个姓平之后 这个今天美国美欧股市都大跌嘛 那我们一开始就讲到 所以还是拉回到 我们一开始回到一开始的主轴 就是中美之间赴谈 那在这个王毅老将 大家叫他战狼 我觉得不太精准 应该叫他战士吧 外交战士 就是这个老将王毅 在回国之后呢 战上了前线 你觉得他的这个 重新回到第一线 对于中美赴谈有没有帮助 会怎么做 我觉得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是多势之求 我认为美中关系是多势之求 确实劲涛海浪 劲涛海浪 这时候像王毅这种 他很稳得住 第二个你看王毅 基本上他很理智 他在很多大的压力之下 他都比较理智 那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 这种变局之中 像他这样子的背景 这样能力的人 我觉得不只是对 中国大陆是一个资产 我觉得对相关的区域 是整个国际社会稳定 我认为王毅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政治产 因为不可讳言的 过去中国大陆过去五年 是承受了美方单方面的 各方面的这种攻击 各种的攻击 各种的这种挑衅 各种的这种刺激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能够怎么很沉稳的 一方面化解这种各方面 带来的负面影响 另外还是坚持走自己的 这个好道路 那这个外交官啊 占第一线的外交官 他就有大局官 他知道外交只是整个 国家政策的一部分 那他考量是国家整体利益 而不是只有外交利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好的外交官 像王毅这样子 真的是不容易啊 应该是可以 我觉得美中关系还 惊涛骇浪还在前面 对对对 还在前面 所以美国继续的出手之下 看中国大陆怎么认知 怎么回应 然后呢 自己的方向会不会受到改变 您的建议呢 您也是这个外交老兵 您的建议呢 我觉得就应该多一点的 这外交方面的这种 怎么讲呢 一种反击 我觉得反击 中国大陆我觉得已经用过 用间接的方式 已经在反击美国了 比如在中东的积极政策 在俄乌上 这是间接的 可是你直接对美国的反击 我觉得对于美国 中国是不干涉美国内政的 可是问题 美国内政是问题重重 就是说你今天 你如果干涉中国大陆的 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话 那你中国大陆针对美国的作为 你有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一个例子 去跟美国去揭露美国的做法 最近我看这个 所谓的湖北的一个地震研究所 它被美国的骇客入侵 那它提出了一个例子 然后它讲了一个合理的说明 那大家都知道 那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反击 因为美国攻击中国大陆 有关这种所谓的这种 骇客行为 那是每天都在攻击中国大陆 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常常讲 我们每天都被攻击 那你为什么不拿出一些例子出来 但是因为从西方媒体 尤其台湾 进入到西方媒体都看到的是 中国不断在攻击 美国的各式各样的网站政府部门 对 可是中国大陆被 你中国大陆事实上 也被美国一直攻击 我觉得美国的网军的力量 跟它的科技高度 我觉得应该比中国强的 可能都有 但是美国就是敲锣打鼓 在宣传这个事 我是觉得就变成 外交也是一样 你就是说你要反手为攻 而且我觉得外交还是 基本上还是代价最大 两国冲突里面 代价最小的一种冲突 你真的要演变成军事冲突 那不可收拾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何外的折扣哦